好 觀眾朋友 接下來讓我們關注一下 中國大陸各地民眾維權的情況 河北律師盧廷格3月2號被石家莊市司法局 和轄區派出所警察聯合帶走後 與外界失去聯繫 3月7號 中國人權律師團在網上發表聲明 譴責石家莊司法局和公安局的行為 要求他們即刻還盧律師人身自由和通訊自由 河南疫苗受害家長何方美 因3月4號在北京給打疫苗致殘的孩子募捐治療費 3月6號被河南徽縣警方行政拘留15天 北京知名人權律師江天勇刑滿廚遇已經1個星期 回到河南信陽羅山縣父母家也有5天 但是當局繼續派遣大量的人員 對他進行全天候 全方位的監控 他只要不出江家大門 就會有多個黑衣人緊跟其後 江蘇環保人士紀書龍 為了保護家鄉環境 舉報地方政府引進有毒企業和違法建造垃圾廠 早前被府寧縣警方以涉嫌尋滋事罪關押 案件3月7號在府寧縣法院開庭審理 據維權網報導 庭審過程中公訴人李屈慈窮 但還是建議法官判紀書龍 一年6個月至兩年6個月的徒刑 法庭沒有當庭宣判 想法庭審理